凤冠女诗和古墓怪异符号,暴露神秘契丹王朝千年失踪之谜,作者月小庄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成卷中,曾有一个搏击成空的英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这就是契丹契丹的本意是宾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 这个飘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那里他们还有没有后裔? 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2003年3月9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期,土耳基山踩石矿这一天,在滚落的山石后面一片奇异的石壁突然裸露了出来,这片石壁显然不是天然形成的巨大的石块上明显的留着人工雕凿的痕迹,石壁背后难道有着古人留下的什么东西? 终于一条涌道显露了出来,但是在他的尽头赫然注立着一块巨大的石门,死死地挡住了里面所有的秘密,清理出的墓道墓道尽头一块巨大的石门,挡住了墓葬里面所有的秘密,经过挖掘,考古学家发现一个精致的凤冠,对于墓地尊贵主人的身份,大致可以确定是个年纪,在30到35岁的契丹贵族,他陪葬品实在太耀眼了, 比同一时期的宰相耶律宇的陪葬,品还有奢华还要大还要精美宝石还要繁多,以至于考古学家怀疑她是契丹第一个皇帝耶律阿宝基的唯一的公主,然而,这名公主明明已经出嫁,绝不会孤零零的下葬墓地的主人到底是谁,她是身上的水银,到底怎么回事, 这理念,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曲折和隐情,为了得出真相考古学家,甚至提取了她的DNA想与耶律阿宝基的DNA做对比,看看是否是耶律阿宝基的女儿。 与此同时,在挖掘现场发现的神秘符号被送到了北京,古文字专家断定,这是一种已经消失了700多年的文字,它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赋予神秘色彩的古老民族,契丹契丹人曾在公元700多年,石池城。 在中国北方的辽阔平原上,它所创建的辽王朝和当时中原的北宋政权对峙,长达100多年300年后,契丹人却在突然之间,丢弃下了这些巨大的成员和高耸的佛塔,风一般的消失的无影无踪。 辽国原名契丹,由于居于辽和上游的原因才会更名,辽国是历史上中国五代十国,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统治的王朝。 由辽太祖耶律阿宝基统一契丹各部陈汉,国号契丹耶律阿宝基也由此,成为了契丹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他有雄才大略,不断征伐契丹及突厥诸部,以图发展,又积极参与,中原政治斗争亲夺优,既等要地扶植东丹国位属从,太祖受克罕之柴遂建国东征西讨如哲哭拉朽,建国后阿宝基着手制定新制度,参照汉族的政治模式,对咬碾是二十步,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唐朝覆面后,和契丹接壤的中原军阀, 一个是李克勇,在幽州建立的后堂,另一个是割据定州的流人工,稍远一点还有朱温建立的后梁三家名争戴斗,又对契丹的辽阔草原垂涎三尺。 而阿宝基看中了幽州他的军事眼光和政治眼光非常准确,幽州正是今日的北京,以幽州位中心有十六个州,连成一片,恶守长城,这是拱卫长恩,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 一旦失去了幽云十六州,整个中原就会无闲可守,铁骑南下将是一马平川。 耶律阿宝基先开了夺取幽州的序幕,而在阿宝基之后,其子耶律德光终于得到了被割让的幽州。 说到这里,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因为这个燕云十六州,困扰我们很多年从后州失踪。 柴荣开始,就为收复大业一次次跟契丹交手,作为五代第一名军,的柴荣制定了由北向南,的军事战略打算先平定北方然后再攻打南方纳麽幽云十六州,就在他的军事规划里,他一即位就立错强敌其后大败契丹,吸破后属北伐辽潮冰封,向着燕云十六州,直指而来眼看就要收复失地。 然而此时,他却感到体力不知终于倒下,此时燕云十六州已经收回三官三州公元九百六十年赵匡印黄袍加身做了大宋的皇帝,赵匡印也制定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方案,不过他采取的是先南后北,有点,让外币先安内,的意思。 此宋太祖赵匡印在卫时,专设内库名为封装库其职能,就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 他的想法是在储买五百万名时,向契丹赎买燕云十六州,如果契丹不肯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 辽国的萧太后听政后契丹国力达到顶峰,宋太宗赵光义,以为萧太后一届女流不足为惧,于是又和契丹作战。 宋太宗于九百八十六年三月,集中二十万大军兵分四路,试图在杜收复燕云地区,结果被辽打败杀与而归,在宰相扣准,的主张下宋太宗的儿子。 此时的皇帝宋真宗赵衡,御驾轻征,来到产州此时双方是军力敌难分胜负,于是最终达成了缠冤之盟。 双方约为兄弟之邦,宋相辽每年献卷二十万匹,仪十万两,一直到宋朝结束燕云十六州都没收回来。 一直到宋朝结束辽国善且存在然而明朝时契丹王朝莫名其妙消失了一般说来。 契丹民族的衰亡是随着契丹王朝的灭亡逐渐开始的契丹王朝的灭亡不难从史书中查到,据记载辽和北宋对质长达一百六十多年,然而最终灭掉辽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 女真人完颜阿古达领导女真部落在辽国的疆域内,攻城掠地,并于1115年建立今朝,并最终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 王国的一部分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使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疗又趁哈拉契丹国,这个帝国也曾强盛意时,但最终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契丹,的残余势力被迫再次西迁。 又在今天的伊朗南部建立了启尔曼王朝,但不久还是销声匿迹,了据辽史,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国南部的契丹人,还有一些反居各地的契丹居民,黄河流域不断出土的文物,说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 有的向北回先到契丹的发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事实上,在今朝统治时期契丹人不断举行起义,当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复本民族的地位。 这也从侧面证明道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那么几百万,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今,蒙战争爆发后部分,是布什金素,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那么这些已融化了的兵还能找回来吗? 就在专家们寻找朱斯玛记的时候一个叫达沃尔的少数民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达沃尔的传说茫茫大兴安岭清澈的嫩江遥阔的呼伦贝尔草原,达沃尔人就繁远生息,在这三道风景交汇的地方,达沃尔的意思是,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故乡几百年来达沃尔人就在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们的故乡达沃尔人,自己不知道,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文字,只能靠口述来传承历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 DNA技术揭开仙谷之谜,一门新星的技术为解开这个仙谷悬案带来了希望,纵然历史已被遗忘文字,已经失传语言,已经改变在契丹后裔的血液中总还会有一种记忆在流淌,基因现在考古学家们要用新星的DNA技术来唤醒这份最后的记忆, 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师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丰取到了有目指为正的契丹人牙齿,头骨,在云南宝山,诗殿等的采集到本人的血样, 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利达瓦齐和其他几个齐和县,提取到了达沃尔、厄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原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 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待尽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沃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作为分子意义上的后裔灵星分布在各地。